好 那快走吧 烟霞山庄 快点走吧 再晚一点捡回来都没用了 你们大家都猜错了 其实玉娟是让大萌给叫走了 大萌 有乱件什么东西回来了 扔了他 走开 走开 你这个老不死 通常都知道救人 你是不是人 你知道为什么大萌把你捡回来吗 有什么为什么 我面不感觉了 不是 因为你身上所穿的是我义子的火云战衣 你不是火云战衣 那你不是火云战神 大萌 我是不是 你总算还不太笨 那就好了 老前辈 龙剑飞 龙剑飞让我师父捉住了 你快点去救他 他很危险的 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龙剑飞很危险 你知不知道 你师父是谁 什么呀 吴定飞环 孙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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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大萌 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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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零 三比零 我不管你什么二十年 你去不去救他 我现在正在练功呢 能说走就走吗 你不去救他 你叫大萌送我回去 你糊涂 你 你有本事能答应你的师父吗 你 留在这 留在这干什么 我要教你四十儒来神掌 儒来神掌 你真的肯 你喧闹手再说 谢谢大萌 谢谢大萌 乖 那把儒来神掌有多少事 一共有八十 你怎么那么小气 你只教我四十 为什么目前教我 担心 你是女孩子 只可以学四十 学四十 那也好 你快教我 你不教师父 我怎么教你 那些师父 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恭喜教主 恭喜教主 多谢 刘明英终于嫁给了白衣冰心 今天刚好他儿子满月 而龙剑飞又再度回到了烟霞山庄 他心里有什么感受 恭喜 恭喜 恭喜老大哥今天天孙之喜 毕老弟今天真是赏脸 今天我柳家庄增光不少 阁下是哪一位 今天我请客名单里面好像没有尊驾的名字 来来去去去去 来来 我东岛长里是不请自来 你又是什么人 师弟 学音教三学长大弟子 欧阳豪就是我 真是人如其名 你真是个冷面禽兽 看你那个德行 一定就是白衣冰心了 四老头 你听着 当年一些双飞三学长的霹雷尸摩就是我祖师爷 把别人的名字抬出来了 我老实告诉你 当年泰山论剑 如果不是我迟到 一邪双飞三学长 早就变成了一东二邪三飞仙了 还轮到你这个小王八蛋在这 岂有此理 要打 我找人陪你 小徒弟 上 阁下姓神名髓 邪神门徒 你进去避一避 避一避 避一避 我去避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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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那个恶娘们倒是挺像你的 剑妃 师妹 真的是你 那你怎么会 是这样的 那次我摔下山 幸亏火云邪神救了我 要不然我也见不到你了 原来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他总是我丈夫 你就算给我面子饶了他吧 我不是来报仇的 我来战事找一个人 这小子你还想跑 哪跑 他是谁 为什么你跟他说那么多话 我是他师妹 金髮红领柳明 快点告诉我 你自己说他捉了个穿火云战衣的女孩子 他现在在哪 不知道 说什么 在哪 他去了很远 多远都要去 走 走 走 剑妃 喂 还不走 对了 这些芝麻绿豆的事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去见识见识 我有点事要先走一步了 如果有事我会来的 不过会迟一点 东道长林 欧阳豪 你究竟把我妹妹藏在哪 走得这么久还见不到她 就在前面 你说了多少次就在前面 你在这儿我对你不客气 我倒不相信 走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妹妹在哪 如果我死了你们一辈也找不到 龙大哥你千万不要听她的 当心她是鬼镜 你不想让 龙大侠 你扣了我这么久了 你不累 放开我吧 你们两个人武功这么好 我会跑到哪去 我也想帮你们的 好 我先去拿条绳子 你千万不要放开她 龙大侠 放开我 大家舒服舒服 你怕我 你怕我 她怎么突然断气了 糟了 她死了 我们怎么去找御坚 叫你不要放开她了吗 牛心肠软 可能扣她的穴道扣得太久才会这样的 我去拿水 她明明手脚冰凉已经没有呼吸了 为什么 我听师傅说过 这时候会归士工的人可以自己封闭经脉造成假死之相 怪不得 我又让她骗了 她跑不到哪去的 我们回去烟霞山庄找她 好 走 谁知道他们回到烟霞山庄竟然看到遍地尸体 上上下下的人都无一幸免 这些人 个个都是死状怪异 究竟是谁这么心狠手辣呢 师妹 柳姑娘 柳姑娘 你怎么样 师妹 是谁把你们害成这样的 是 是 是 玄英九 岂有此理 对小孩也这么残忍 龙建飞 你不用再躲了 我们八大门派已经围住柳家庄了 不错 龙建飞 男子汉大丈夫自己做事连不敢承认 是啊 就算你没做过 我们也要你认 什么事 他们究竟要认什么鬼 承认什么 我怎么知道 承认什么 不知道你来干什么 你不行了 刘先生 快出来 快出来 师妹 师妹 各位前辈 刚才听你们说似乎有点误会 什么误会 你自己看看 天山一战万载仇 有仇不报妄邪神 这件事 龙建飞 现在你没话可说了吧 是啊 没话可说了吧 你身为邪神门徒竟敢驱使灭祖 现在证据确凿 你没法抵累了 不错 像他这种人不必跟他客气 是 我们先杀了龙建飞 师傅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闭嘴 我没有你这种武力徒弟 师傅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要说的了 龙大哥是冤枉的 好 那我就先杀了你 我要清理门户 你跟小孩先避开 也有此理 好 玉华 你进去 玉卷 姐姐 玉卷 你摔下山以后去了哪 我让我师父救了 还教了我四世如来神掌 神大神 神掌 神掌 全到齐了 好凶 义父 究竟是谁这样糟蹋我的徒弟 老鬼 你终于出现了 你们两个让开 我要报你毁入之仇 师傅 你们两个盼头究竟是帮谁 师傅 你要大开杀戒的话 请恕徒儿不孝 好 我要把你们套路杀光 师兄 我帮你 你真的有那么本事 我倒要见识一下 你们走开 哥 在这并ge 先神来啊 他们两个打起来可不那么简单 是 上次把我的嘴给挡回了 到现在还没好 是 我看照这个情形走为上次 走 喂 谐神 我知道你轨迹多段 各位 我去守住前门 你们看着别让他跑了 我 我先守着南边 你也走 我守东边 又走一个 我们两个守哪 我们呢 那你当然守这 莫密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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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 好 上奥 上奥 中文字幕——YK 师父 师父 请手下留情 孙别林 我们二十几年的恩怨 在这些后辈面前不要再争了 以前的仇恨 我孤汉王可以一笔勾销 你怎么样 那柳招招唱下 几十条人命谁也负责 这些血案交给我 如果是贱妃做的 我一定会惩罚他 但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师父 真的不关龙大哥的事 不管关不关他的事 再打下去吃亏的是你 师父 是吗 是吗 东岛长礼 你们真是不够朋友 明知道我会迟大的吗 怎么不等等我 老邪 老邪 你现在的功力果然是不同凡向 好像神仙放屁一样 小场大戒 我根本未尽全力 你 孙别林 咱们三个家子一块就两百多岁了 还有什么好吵的呢 不是我说你 输了就得认输 这顿饭我看你是赖不掉了 是不是 既然你这么说 好 就算我输了 老邪 今晚请你再再试老一句 起来了 好 好 义俊 这个小孩已经受了内伤 你叫大萌带他到绝缘洞的寒冰堂那进一下 姐姐交给我 乖 大萌 小心点 想不到武林几十年来的恩怨让火云邪神的一招万佛朝宗给解决了 多点 多点 来吧 来吧 大家干一杯 何必拼个泥死我活 龙大哥 你也喝一杯 可惜 越有殷勤圆缺 世上的事往往很难预料的 孙别林无端端的就让霹雳银缩给刺死了 好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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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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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师傅 师傅 你不要死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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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他死了 师傅 什么事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他死了 师傅 这是什么案件 凭我的江湖上几十年的经验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把叫霹雳银缩 这把霹雳银缩 除了邪教天香教和万剑门之外 我想就没有人会用 我肯定这把锁是当年柳飘飘用的毒门案器 可是锁上却染满了剑血封喉的毒 这不像是天香教所为 不管天香教也好 万剑门也好 总之在我们两个老头的面前杀死孙别林就是不给面子 你们说对不对 姐姐 我们去找他们 两位前辈 请指点我们 我跟万剑天君还有比旧账没算 我要去找他 你们听着 我要去万剑门查清楚这件事 不可以让孙被林死得不明不白 阿隽 你跟我一起去 建飞 你留在这打点一切 然后跟裘姑娘去清香教那查一下 义父 你要保重 不要婆婆妈妈的了 你们两个人就去万剑门 你们两个就去清香教 快去 快去 走 走吧 我们走吧 其他的事情我会办妥的 走吧 没问题 走 慢着 慢着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留在那还不能走 对 我疑心你们这里边有奸细 让我慢慢的查清楚了你们才能走 孙被林 我早就说过要给你做一场法事的 对不对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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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顶飞环 孙必灵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师父 我来就是为了报霹雷银梭的仇 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 怎么得来的要问你自己 这就是被你这把银锁杀死的 东岛长礼 这么快就打完了 太不过瘾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他不肯认账 还用这个钟照住龙大哥 小徒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我没办法出来 如来神掌没用了 你有没有用过我交给你的七旋斩 七旋斩 你哪教过我 因为外面太吵了 所以我没办法用如来神掌 没有 外面没有声音 你在里边搞什么鬼 快点出来 别赖在里头了 小徒弟 你不愧为老邪的门徒 邪神门徒 古汉魂是你什么人 他是邪神老鬼的义子 也是我东岛长礼的真正徒弟 对了 你又是什么人 藏头藏尾的 是不是长得很丑 不敢见人 前辈 你还认不认识我是谁 你是双妃仙子之柳飘飘吗 我早就知道了 我一看见这个大众我就想到了 他不可能杀死孙碧灵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结拜金兰 那霹雳银梭的事你又怎么解释 不错 霹雳银梭是我们天香教的暗器 但是我们已经十几年没用过 除非当年我被火云邪神赶走的时候 有了他的骨肉 谁知道有一天 对天残角发现了我的踪迹 他逼我说出邪神的下落 还要杀我的婴儿 我用银锁扔他 反而给他接住了 我想银锁就落在他的手上 杀孙碧灵的人一定就是他 不用说了 肯定是他 小徒弟 我们一起去帮老邪的忙 你们俩去 大脚怪 大脚怪 你还认识我吗 大脚怪 你笑什么 一人做事一人当 知情的就快来出来 你想见教主 过我这关再说 不错 师父 你上 你上 有点 不错 师父 有点似是 是 老邪 想不到你真的还没有死 等不到你我怎么会去得安乐 你的身体不错 残了一只脚还能挨到现在 你打残我一只脚 我还可以再换另一只脚 现在我连成天残神功 我倒应该多谢你 大教官 你不要讲这些风凉话为掩饰 我问你 我师父是不是给你的拼礼银锁锁上 是又怎么样 你现在打死我流龙双杀 那又怎么算 大脚怪 你杀死孙必灵 无非是想引我到这来 我们以往的恩恩怨怨 今天来个了结 不错 你一天不死 我一天睡不好 今天我要你粉身碎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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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飛鞋 是不是 自己叫我 不要 小心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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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师父 保护你到那边去坐 师父 你小心一点 师父 走开 为什么 我要把剑逼出来 师父 师父 快点找你师兄来 为什么 我要把猪脸神掌第九诗 淫在那些鼎里面 师父 我也要学 不行 女孩子只可以学四诗 快去吧 那你呢 快点去 不行师父 你不要管我 清我的话 快去 老师 你想不到吧 你印在顶里的如来神掌 结果是帮了我 哈 老爷 你先踏走两个顶 不要让他跑了 还不许追 贝比 我 白衣平心 你快点把两个井交赏给我爹 你爹 小龙女 让我告诉你 其实万剑天君是你仇人才是真的 你胡说 我没有胡说 他要是你爹 怎么会放条蜈蚣在你身体里面控着你 岂有此理 别让误了我爹 不要 没有 误误 好 看你能跑到哪去 你们四个帮我把顶拿回来 是 将军 我们可以在这儿休息了 东道成立 东道成立 东道 小心 小心 小龙女 原来是你 为什么有飞刀来杀我 要杀就杀 别说那么多了 这位姑娘请留步 怎么不服气犯我 不是 我只不过想问你 你脖子上的灵是谁送给你的 这个灵从小就带着的 还有什么要问 你是万剑天君的徒弟 是啊 没什么要问了吧 小姑娘 你不要那么刁满 我知道的江湖历史有千千万万 她戴的灵就是你的灵 她就是你妈妈 老邪就是你爸爸 懂吗 你胡说 你说我就信了 有什么证据 想当年 一邪双飞三绝 不对 应该是一东二邪三双飞才对 当时是天山一战 老邪被困 你妈妈也在 他都足足他了三天三夜 真可惜 老邪给人打瞎了眼睛 要不然漏话 怎么会 怎么会 万剑天君 你好狠心 用孤独来害我女儿 用孤独来害我女儿 为了 可以了吗 我也是 能干了吗 我也是 似乎 这是 我只是就 可以了吗 来 姐姐 师兄 师父好危险 师父受了伤 让天山脚追到六顶古庙去了 我们马上去救他 小徒弟 你很能打 师父我都打不过他 那有什么办法 办法是有的 是有的 办法 办法 略金 师兄 师父把那长法印在这些顶里面了 办法有了 小徒弟 我们马上去六顶古庙 玉华 你留在这儿 我们走 小徒弟 妈 教如 你怎么样 教主 孩子 你要想办法让我见到你爹 妈 你不要死 快走 妈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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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猫 大猫 替我抓死那个大脚怪 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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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岛城里 东岛城里 师父 师父 你怎么样 大萌子 怎么样 快走 走 老鬼 你 快走 快走 大萌快走 大萌 爹 出来 爹 爹 爹 妈死了 我带她来见你 刘飘飘 前辈 前辈 扁了 扁了 我看我这次完了 老鬼 怎么样 没这么快就去吧 老鬼 我呢 也值得安慰了 我这个人每次都迟到 不过这次我可比你们都早 东岛 走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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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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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前辈 前辈 师父 我没事吗 姐姐 我没事 放心 爹没那么容易死 师父 姐姐 你们看 真实的大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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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喂 快动 快到这里 快转 快走 快 NCAA